今天是針對曹欣誠先生 在9月1號的回避記者會上 對於我們中間記者的提問 他做出了在我們看來是屬於相當 沒有針對我們的問題來回答 而且回答的內容也對我們的記者 造成了不公然的侮辱 對於中間也有造成毀謗的事實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希望能夠用對他提起告訴的方式 來贏得我們該有的正義以及該有的尊重 還有我們的當時在現場的記者 他一起來到這個地方 他有一定的話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非常感謝這幾天公司的高層 或者是旺董、廖董、還有長官們 其實對我的支持 然後他們也覺得公司的名譽必須要捍衛 那我記者我個人的人格也必須要捍衛 所以他們非常支持我出來提告 我今天也站在這邊 然後當然也要非常感謝在提問當下 有一個記者、有一個大哥也是幫我們一起大喊說 現在這邊是一言堂嗎 我非常感謝他 因為這就是一起在捍衛這個新聞自由 那當然這幾天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多關於我 也還有關於中天的討論 甚至曹董還有特別說 什麼一個媒體在限制言論自由 我必須要澄清的是 我完全沒有限制曹董個人的言論自由 他想要反駁我的提問 他想要拒絕我的提問 我都非常的尊重 所以何來的我拒絕 我限制他的言論自由這樣的一個說法 今天的重點在於是 為什麼他會用這樣子一個侮辱性的字眼 情緒性的字眼 在一個記者會當中 對一個記者這樣子說 所以這才是我們今天會提到的重點 因為我在提問當中 我並沒有講到任何一句侮辱性的話 針對曹董本人來進行人身攻擊 但他卻是用這種 一聽到中天 然後就用這種情緒性的話來攻擊我們 這就是一個大企業家他應該有的風度嗎 這就是一個企業家他講話的藝術嗎 那媒體的提問權 媒體的第四權就應該被這樣踐踏嗎 所以我們才覺得 今天我決定站出來 透過司法來捍衛自己的人格 同時也希望新聞自由的這一件事情 是必須要被保庇的